我們經歷這個疫情 手指都差不多兩年 這兩年內我們很多的生活習慣都因為疫情有所改變 另外最深刻的是 以往大家坐升降機時只用手按 但疫情下大家又匯匯用各種方法去按升降機 甚至我留意到大家不是太想按升降機 不願意做最後去按升降機的人 萬一你這麼不幸地要負責按升降機 大家都紛紛有不同的物品去按 例如是一些專門按升降機的鎖匙扣之類 或者是用紙巾 或者像我這麼懶的沒有這些東西 我就不用手指尖去按 我就屈起自己的手指 用手指的骨刀去按 我見過很多人來按 但其實沒有分別 始終你手指尖 可能有時候你不小心都會去拗痕 你用骨刀去按的時候 就算是拗痕 你也碰不到自己的臉 只是感覺安全一點 我覺得差不多 感覺有少少安全 不過其實你要這麼想 當每個人都不用手指去按 是不是很安靜呢 是不是 每個人都不用手指去碰 理論上的帶菌程度應該減低 但也可以保護自己 最好不會用手指直接去接觸 因為大家的習慣有所改變 近來有一間日本航空公司全日空 改造飛機上的洗手間 你知道平時洗手間 因為飛機的空間是非常狹窄 他又留意到 人們現在不喜歡用手去碰門柄之類 但在飛機上 因為空間合襲 你不能不用手去接觸門柄 不是 疫情前我已經不碰了 最多可能用紙巾 用紙巾包著 如果你沒有紙巾 也避免不了用手 因為他始終是一些很大的門柄 成你是開不到門的 如果不是 他近來改造飛機上的洗手間 推出了一個用手掌就可以開關的門 讓乘客去廁所的時候 需要接觸帶菌比較高的門柄 原本他們留意到乘客不喜歡接觸門柄的時候 就想過會不會可以裝到自動門 直接叫做自動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了解到在飛機上的空間很少 就沒辦法裝到這個自動門 於是他就和製造商合作 研發了全世界第一個 可以用手掌輕鬆開關的門柄 讓大家可以在飛機上都安心使用洗手間 但要不要用很大力 因為你坐飛機不是大人 小孩子都會坐 你那個手掌 小孩子的手掌 雞腿那麼小 他打不打得開到門 我這樣想 對 這個都是他們要考慮的因素 要找大人幫忙 沒錯 我不知道他怎樣用手掌開 但如果小朋友未必那麼順暢 用手掌開到門 而且高度也要考慮 大人和小朋友有差距 我們現在看了他的新聞報道 有幾封相片 類似是成年人的高度 有一個白色的門柄 有一點突出的地方 只要用手臂打開門 他就可以開了門 當然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 小朋友怎麽辦呢 我想小朋友真的要找大人幫忙 他就說更新了這扇門之後 在洗手間的內部門鎖都換了一個更大的樣式 乘客都是用手肘就可以很輕鬆地推動 其實除了洗手間之外 我想說悲觀一點的看法或者推斷 現在人和人在疫情底下要保持社交距離 吃東西最好不要坐那麼近 但那些飛機迫到媽媽不認得 那些位置手肘撞手肘 經濟位你明不明白 迫到你們一排一排緊貼 如果疫情真的不幸運 仍然是營繞著我們 讓你飛了 你坐到那麼迫不一樣是那麼危險 應該要改闊一些位置 最好整個飛機都是頭等位 這樣就可以了 頭等位的每個都差多遠 糟糕了 如果全部不改成頭等位的成本就下了你 你不用支援廉航可以去日本旅行 不用的 經濟位就駕一個坐一個 駕一個坐一個 都好一點 因為現在經濟位真的很大 你有沒有這個感覺 的確很大 即是旁邊的人睡著了不小心坐巴士 頭會掉到你的肩膀上 甚至有時候如果你是長途機的去外國的 你知道有些外國人是很大份的 但他又是買經濟位 如果一下子不幸運 你是他旁邊的人就慘了 可能十多二十個小時就好像被他壓住 夾著你三文治 但其實他自己也慘 你慘時他也慘 他們坐在那裡好像填滿的位置 他們的腳本身就撐住 腰子已經撐住了前面 我記得很多 我看到那個外國人是一條安全帶不夠 原有的安全帶不夠 你想想 那會不會塞進位置 不是的 他硬硬塞進去 還有安全帶要加一條安全帶 你說坐這麼多個小時 一定是腳臂的 他硬塞進去 如果想起床走的時候 起不了身 絕絕了怎麼辦 叫那個位置空中廁所幫忙 他就最遲才會出去 很慘 說回我們疫情底下生活方式的不同 可能現在我們坐飛機 其實現在仍然有飛機 當然已經有很多空間 不讓你坐得那麼密 根本沒有那麼多人坐 根本沒有那麼多人坐 根本沒有那麼多生意 而且他不會讓你和你老婆一起去 如果你們在一起坐 其實都不行 他是隔開你們的 肯定 真的嗎 隔開你們有不同的位置 有足夠的空間 然後Michael心想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我坐在另一個老婆那裡 嘩 你這樣說 說笑而已 別這麼認真 除了手肘開門之外 我留意到現在各式香港的商場 其實都很貼心 知道我們不想推開門 其實都紛紛設計了一個 有腳踩的 對 腳踩 即是你用腳就可以開到門了 但我嘗試使用的時候 我就發現了一個不太youserfanny的地方 就是譬如我是一個這麼柔弱的女生 要很大力 因為那些門是防煙門 變成你的腳踩進去 你想拉開門其實要很用力 你的小腿是很用力才可以開得到 我每一次有些門 我每一次都開不了 沒有辦法 那麼重 有些防煙門是很重的 沒有辦法 底下就要這樣重 不過如果有些門就算不是疫情 有些人習慣用腳踩是有危險的 因為會踩到後面的人 你明白嗎 如果道門沒有玻璃 你看不到有沒有人 你要進去一腳踩 可能剛好有人在後面 就會中了 其實這個是好 所以我每次去這些門 我都會小小心 哎呀 我很怕剛好有人一踩到門 你剛站在後面 就死定了 除了你這個小小心之外 我自己覺得 輕輕地推開門 都可以預防那些自私的人 因為我發現疫情底下 很多自私的人出現 就是他不想碰那道門 他等你按 對 但他站在後面 等有一個人推進去時 他就可以攝位 沒有人呢 沒有人就站在那裡等 一直等到有人為止 我又不會做一些莫屈的事 所以我每次遇到這些人 雖然我覺得無所謂 但你要這麼小器這麼自私 是不是 我不是跟他鬥等 我自己推少少小蜈子 整個人洩出去 我就走了 你慢慢等 我是不開給你 你的蜈子真的很小 你這麼瘦真的很小 是啊 是我才可以這麼小 每個人都可以過得到 有時過得人過得自己 有些事 網上香港討論區 就有一個人 放過這樣的文章出去 看看大家覺得 過不過得到你們 作為一個女性 Coco 將來也要結婚 如果你夾在媽媽要禮金 喂 阿嬤仔 你的英俊 你娶我Coco要10萬 10萬 你的未來老公又 哇 殺人嗎 哇 搶錢嗎 沒有啊 那怎麼辦呢 你夾在中間 喂 他又不肯給 他又要給 那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 Question 請回答 我想 是不是很難回答 很難回答 實際上我應該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男人很有錢 不是啊 我爸爸媽媽很開明 我意思是 那可南呢 如果你呢 我又沒有這些事 因為當時三米都煮成了熟飯 哎呀 沒有白的 你花錢 那我不見了 不要說了 今天討論區 男生就說 未來外母 開了一個架 就要8萬8 首先是這樣 但是未來外母 就是我都知道你 經濟上也未必可以立刻給 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真的嗎 真的 還要給他分十年 一年八千八 那還可以啊 很合理 那他就放上去 大家覺得怎樣 然後有兩極的意見 第一就說 怎麼搞的 八萬八這麼貴 嫁個女兒 現在不是賣女兒 另外有些人就說 八萬八分十年你都給不了 那你還結婚 你怎樣養老婆啊 那也真啊 給你分十年啊 八千多元一年啊 對呀 除開一個月 除開一個月 幾塊水 都不用七塊水 你加保險 都沒有那麼便宜 對呀 你可不可以誠意 你這樣也不願意 你別看八萬八 你分十年 再每年分十二個月 其實那裡說幾塊水 對呀 你就算給外母當是買東西吃 八分左右 你不要還禮金 你當買東西吃 你每個月 你花一千多元 不要過份而已 對呀 那他還要這樣也要放上去 你還要猶豫 還要放上去網 問大家意見 這個男生很無誠意 如果我是女方的話 如果認得這個男生 我就覺得不用談了 你既然那麼小器 那麼介意的話 作為女方也要體諒你 你可能是經濟上有壓力 等各樣 給你分歧 我覺得算不錯 算不錯 雖然聽下去 有一點商品化的事情 是不是 怎麼禮金 本來這個中國傳統 這個禮金 就已經有一點點意義 究竟誰做出來禮金 分歧款這四個字 好像將女兒物品化 不過外母因為覺得 你一次過比很辛苦 所以給你分十年 但是你撇開分歧款這四個字 你不要想它 以後每個月給錢 但我覺得這個媽媽高明 為什麼她要用分歧款 還要分十年 起碼她落轉了女婿 這十年入面 乖乖的 離開 乖乖的 難怪你還欠我錢 還未還債 立即突然有錢起來 我買斷它 我又覺得要走就走 你得理我還不是還錢 對吧 未必是 我只是用來說說而已 對 對 不過是 這件事 永遠沒有說誰對誰錯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最重要是自己喜歡 開心就好 所以其實 經常有人說 一對情侶 如果要踏入婚禮的殿堂 最容易分手就是在談結婚的階段 沒錯 因為你又想這樣 我又想這樣 他又覺得不好意思 又不敢說 你又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 各樣 就會形成大家就有意見分歧 那應該怎麼辦 是不是應該同居不要結婚 這樣又沒有交易 但是有時有些不買牙就不見真章 你不去到那個真的要談婚論價 談錢的問題 很實在 大家去拍拖 吃飯 就沒什麼所謂 男生不肯給那個止痛費 因為要貴 沒錯 生兒子 生兒子的時候 他不肯給那個費用因為貴 生兒子就跟他離婚 嘩 你好可憐 我都覺得 其實真的要經歷過這個階段 如果你們克服到這個爭拗的階段 即是成功結婚 其實我就覺得 算是穩陣 如果你是結婚之前 經歷爭的階段 你都熬不過了 那你結尼做什麼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溝通的挑戰 你可不可以直接去談到這些位 如果大家都可以拿出來談 其實真的沒事 那結婚前應該先談完呢 應該要 那些錢是誰管的 將來我要知道你的財政 但你不可以知道我的財政 是不是要這樣 我覺得如果談到這些的話 應該 就沒事 就平安 所以其實經常有人說什麼婚姻輔導 我覺得婚前也需要有一個輔導 當然應該有 你們兩個談 雖然說兩個人的事 但其實有一個中間人協調一下 雙方的意見我覺得是好的 那你看看自己 你記住了 我看看自己 因為我們已經結婚了 我結婚了 我到時要找一個 我直接結婚了 我到時要找一個中間人的時候 就找你兩位 我撕掉了 台灣另外有一個小朋友 他就不是很理睬了 因為他媽媽是一個護士 醫院的護士 學校就基於他媽媽的職業 以及現在COVID-19 都在各地都爆發了 竟然對這個同學仔 一個二年級的同學仔 是進行了一些小小隔離 第一就是強行要他上課都戴口罩 我不知道學校是否全部都要戴口罩 還是只是他要戴口罩 即是他要戴口罩 以及要將他調到後面 以及不准他跟同學玩 就是叫大家不要跟他玩 因為他媽媽做護士 所以這個媽媽就很不開心 就在網上說 為什麼我做護士要受到歧視呢 為什麼我兒子得通 你覺得很不適合 是嗎 但也有些人流言 那當然了 你隨時接觸最前線最危險 然後你惹給你兒子 然後你兒子惹給我兒子 那怎麼辦 有些家長都是對他有少許有色眼鏡 當然要彈開 你每天回醫院接觸病人 難道我兒子又接觸你的兒子 一早學校也有人叫小朋友 不要跟他玩 學校也叫小朋友不要跟他玩 現在學校正在做這些事 叫他坐在後面 家長沒有權要他坐在後面 是學校叫他坐在後面 以及學校盡量叫小朋友不要跟他玩 這樣就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幸好現在有這麼多網絡 可以幫大家發聲 然後去平反一些事情 很難受 講開這件事 剛才有說在照片裡認到 我記得我上個星期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說我的工人在西鐵站那裡對我的兒子 其實你咪是跟我講的 是嗎 你好像咪前沒有講過 應該沒有講過 因為話說快講一會 話說有一天我要工人帶兒子出去學習 然後他們坐西鐵出去 有這些街坊拍到 他不知道是我小朋友 拍到這個小朋友 希望不是我們屋苑的小朋友 因為他姐姐很漂亮 他大聲學我兒子 扯他書包 然後上到西鐵的時候 然後顧著打機不理他 因為這件事我當然馬上很緊張 因為是剛剛做完節目之後 我還在做事也未能回去 還有你朋友看到的帖子 對 同一時間有幾個私人傳給我 第一個私人傳給我 這個是不是你的兒子 每個人都認得我 我說是呀 你剛好在西鐵見到他 然後又有一個私人傳給我 他問你怎麼回事 你們約在一起出去嗎 然後第三個私人傳給我 為什麼你們都問這個 是不是我的兒子 全部都是同一張照片 我開始起疑 發生什麼事 後來他們才給我看 那段對話 有那個私人看到 那個工人這樣對待我的兒子 我立即心跳得很快 很緊張 打電話給他 問他們去了哪裡 然後我立即抱著我兒子 問他 工人有沒有欺負你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沒有呀 都是這樣 我們坐車出來 不過他忘記了 大八大通 然後他要去買票 然後我給他那張照片 他看 對呀 那時候他在買票 不過我在擋住他 我說工人是不是大聲罵 對呀 不過他平時都是這樣的 I can't accept it 你的兒子很好 小朋友說出來 就覺得沒事 但其實當大家都覺得 是很有事的時候 原來這件事 對於我單親的working man 對於媽媽來說 其實真的很難過 當然不舒服 我第二天就立即 解僱了這個工人 之後就去那個agent 要請一個新的工人 怎料過了不久 這個工人 又剛好去了同一個agent 那裏見工 然後agent拍了照 問他 這個是不是你的工人 對呀 為什麼 我們本來也不認得 後來他自己 無緣無故展示那張照片 就是他帶著我兒子 被人封住那張照片 為什麼他會這麼蠢 我就問他 為什麼他會展示出來 然後他就說 很好笑 他問我 因為我跟工人的演繹 他不知道那篇文章說什麼 他想知道那篇文章說什麼 你現在很出名 我說剛才發生什麼事 那些人不斷傳這張照片 Oh really can you send me the picture 所以他就有那張照片 然後他當然覺得好沒事 Oh because we are in a hurry And my voice is like that loud 他當然不覺得自己有錯 然後他就跟那個基準說 他說你記不記得我 原來幾個月前也有在那裏找工作 我幾個月前也來過 你現在不認得我嗎 我現在很 famous 你看這張照片 他還覺得自己很 proud 很 proud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 他真的以為他自己真的很 famous 誰知道 最近原來也有一些機構 我最近才知道 有一個叫僱主會 這個僱主會裡面 有人想幫我平反這件事的時候 你介不介紹一下疫情之下 作為僱主 外傭的僱主有什麼苦房 然後我發了這張照片 或者那段東西給他看 他們說這張照片我們也有收到 原來這是你的兒子 嘩 網絡的力量 網絡世界很厲害 是呀 真的是我兒子 但是 我也很開心 這次這件事 由朋友 街坊 亦通過這個網絡 幫了我 因為我平時自己一個人 想不到 而大家都有用大家的一對眼 或者是用媒體 去幫助到這件事 不然其實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兒子就可能每天都在家 在受這些東西 其實也挺慘的 立即制止了 叫做可以 快點再請一個新的工人 也希望下一個工人 會是好 也好在真的有這些輪舍的力量 去幫助 嗯 沒錯 幸好有網絡的力量 沒錯 沒錯